上荡百年 七世大观 各位看官好 欢迎光临七世大观 前不久 老毛的前大儿媳 丧长子毛岸英的前媳妇刘思琦离世了 为了准确表达 这个称谓就有点绕 请原谅 今天这集我们不细表刘思琦 表一表她的妹妇和小叔子毛岸英一家 又一大堆悲催故事 好 看片前还是有请新来的看官 先点击订阅和小铃铛啊 谢了 书归正本 谁都知道 世上的母爱 父爱乃是天性使安 当然 身为父母养育子女也是必须承担的责任 如果子女不幸出事 最为心痛的理所当然肯定也是亲爹妈 然而 世上有些孩子的印象中唯有母爱 父爱却很遥远 这其中就包括一个叫毛岸青的人 毛岸青在中共党国也算是知名人士 因为他是共党一代党魁毛泽东和第二个妻子杨开慧的次子 但大家对他是知之甚少 他爹老毛还是小毛的时候 13岁被父亲包办 和18岁的罗依秀成婚 但办完事儿并没有同房 小毛就跑了 离家去外地读书 罗依秀和夫婿小毛的父母共同生活了两年 到1910年染上了痢疾病逝 但两人确实败了天地 因此 杨开慧嫁给老毛再怎么正事 还是只能屈居二任夫人的地位 毛岸青1923年11月23日生于湖南长沙 当时已经加入共党的杨开慧 正在协助老毛收集整理资料 编写文稿 负责联络工作 那个时节 因为共党成员在听从共产国际指示之后 蜂拥地加入了国民党 然后不断夺取领导权 引起了国民党内部的分裂和一些大佬的不满 1927年 蒋总北伐节节胜利之际 共党地下党却炮制了南京事件 这事儿我们102集刚刚讲过 想了解详情的看官 看过本集之后可以继续观赏 此后国民党开始清党 抓捕共党成员 共党随后发动的几次武装叛乱均告失败 参与秋收暴乱失败后的毛泽东不得不逃到偏僻的山区 主要是盘踞在湖南江西边界的井冈山一带 杨开慧作为共党成员 而且是匪首的妻子 自然也成了惊弓之鸟 带着三个儿子 毛岸英 毛岸青 毛岸龙到乡下躲避 在山里一番折腾打杀之后 老毛安顿了下来 暗场里该将妻儿接来团聚了吧 可杨开慧左等右盼就是不见夫君下山相会 原来色心不改的老毛和更年轻的女子贺子珍同居了 而且没和杨开慧离婚的情况下 竟然在1928年又和贺子珍扯证结婚 就按现在共党的法律 也是妥妥的二婚罪 当时的杨开慧正带着老毛的三个儿子 窝居在离长沙东乡60里远的板仓 生活是十分穷困 生命也危在旦夕 毛和贺子珍结婚的消息 被上井冈山探望毛的杨开慧哥哥杨开智亲眼所见 回来跟妹妹一说 杨开慧自然是悲愤难耐 虽然他以前也听过老毛和其他女子的私情 甚至得知毛攻打长沙二过家门而不入 他都选择了原谅 这次毛的彻底背叛 他不忍了 奋笔集书给毛 但不知什么原因 信写完了却没记 后人在这些书信中看到杨开慧痛骂毛是生活流氓 政治流氓 他说 即使他死了 我的眼泪也要缠住他的尸体 他丢弃我了 一幕一幕的 他一定是丢弃我了 这些书信是1990年共党当局再次修缮 杨宅时发现的 我们在七世大观经典回味第六集介绍了 欢迎您往回翻看 精神上承受着背叛痛苦的杨开慧 依旧在尽母亲的职责 辛苦地抚育着三个儿子 可叹的是 毛不顾杨开慧母子的安危 1930年代匪下山两次打长沙 触怒了守长沙的国军何剑将军 本来早知道杨是毛匪之妻 但何并没有株连 一看老毛是如此丧心病狂 颠覆政府 戕害当地百姓 一下火大了 下令逮捕了杨开慧和他长子毛岸英 何剑也没一棍子打死 给出的条件 只要杨开慧公开宣布羽毛脱离关系 可以饶他不死 但杨开慧以为老毛会念一日夫妻之情 他还生养毛三个儿子的份上 带队来救他出牢笼 你都来打长沙两次了吗 所以拒绝羽毛脱离关系 既然不悔改 不久 作为匪首之妻杨开慧被处死 后来得知 老毛听说了发妻要被处死 但并没想来营救 由此可见 老毛对妻儿这态度 不过是自私 无情 冷血 不讲恩义 母亲的豹王 对毛家三兄弟来说是个巨大打击 当时毛岸英只有八岁 毛岸青六岁 毛岸龙四岁 只能暂时由外婆照看 按说老毛将亲骨肉接到井冈山照顾 或者另找办法安置 顺理成章吧 但史料记载 他并没出手 而是他弟弟毛泽民出面找到共党上海地下党的秘密特务 以牧师身份开办大同幼稚园的董建吴 让董照顾毛岸英三兄弟 董建吴安排三兄弟1931年初进入了大同幼稚园 但不久最小的毛岸龙就病死了 可还有一种流传的说法是孩子失踪了 之后共党上海地下党被国府查办 幼稚园里的共党领导孩子也都被疏散了 毛岸英和毛岸青身份特殊 就被董建吴带回家中抚养 国军围剿江西的苏区后 共党北上逃跑 毛泽民拿不到钱来也就无法再资助董建吴了 据毛岸英讲 当时生活比较困难 董建吴的妻子对兄弟俩态度有些不好 两个人曾离家出走 过过短暂的流浪生活 后来董建吴等人把他俩找回来了 到1936年地下党辗转送二人经过巴黎 去了莫斯科国际儿童院 董建吴的圈养老毛后代的任务自此结束 不管怎么说吧 那段困难时期 董建吴一家照顾毛家兄弟 对毛的家族也算是有大恩的 然而老毛这个大恩人 文革中也是惨遭迫害致死 当然这是另外的话题了 说回毛的二儿子 在莫斯科国际儿童院 毛岸青有了一个俄文名字 亚历山大 由于毛岸英 毛岸青在上海五年多 一直没能入校读书 不掌握中文的读和写 所以和毛爹通信的时候只能用俄语写 毛只好让他的俄文翻译诗者翻成中文 后来毛岸青考上了莫斯科东方大学深造 从文献披露的信息看 毛岸青在苏联生活的情况比较平淡无奇 但别急 厄运很快来了 1947年毛岸青回国 却并没有见到18年未见过的父亲 据说老毛当时患上了植物神经紊乱 需要静养 不久 毛岸青由李富春 蔡畅夫妇介绍加入了共党 厄运就此开始 就算他是毛一代的次子 但之前一直还算没上道吧 入了党就被派去东北齐齐哈尔市克山县参加土杆运动 期间小毛还和老毛通过信 到了1949年的7月 毛岸青回到北平 在中宣部从事俄文编译工作 据小毛妻子邵华后来回忆 当时的毛岸青除了工作之外 还喜欢唱歌 会下国际象棋 邵华并且说他难逢对手啊 也是啊 那时候土共打打杀杀的 国际象棋上哪去摸门啊 然而这岁月暂时静好的情况 1951年秋天发生了改变 毛岸青有一次和领导发声口角 毛爹下令他写检讨 小毛是自认有理 当然不服啊 最后被逼疯了 先后几次住院 然后就成了一个废人 有看官可能会问 这也太脆弱了吧 别急 凡事皆有因缘 您接着听 老毛的御医李志隋的回忆录里 对这事做了佐证 李御医1952年春第一次和毛家人有了接触 恰巧那个时候 毛岸青的精神分裂症发作 具体原因是1951年的三反运动中中宣部内部透露出一个事 毛岸青的稿费被另一个人冒领了 小毛一怒之下打了那人一耳光 老毛知道之后狠批了毛岸青一顿 小毛的精神分裂症正式爆发了 实际上在这之前他已经有了精神分裂症的一些迹象 比如有时候发呆 还长期失眠 不过一直没有引起家人的注意 还有一个佐证 林彪的公子林立国在秘密制定的 武装政变计划《571工程纪要》中也证实 他过去的秘书 自杀的自杀 关押的关押 他为数不多的亲密战友和身边亲信也被他送进大牢 甚至连他的亲生儿子也被他逼疯 这里所说的他 指的就是毛泽东 不过呢 为了掩人耳目 家丑不外扬 邵华和共党一直都避而不谈毛岸青为什么得了精神病 而谎称是他哥毛岸英在朝鲜战场被美帝炸死 激发了毛岸青的脑疾 毛岸青患上了精神病之后 情况也是时好时坏 有一次 李志随被江青找去了 询问毛岸青的病情 李说 目前门诊部没有治疗精神分裂症的设备 只能提供短期治疗 把他转到精神病院或者疗养院去治疗 较为妥当 江青听了之后 说会报告给老毛 后来 毛岸青被送到大连某医院进行治疗 疗养期间 他还和全天候照顾他的姓徐的女故事日久生情 谈起了恋爱 但据说这段恋情被江青阻挠了 随后江青建议老毛 将小毛送去苏联治疗 老毛点头同意了 这样 毛岸青二次去了苏联 开始了漫长的治疗 再后来他实在寂寞 要求回国 到1959年得以返回国内 又在大连进行疗养 是否和徐护士再续前缘咱不得而知 但因为长期使用激素 毛岸青整个人浮肿的厉害 1960年的1月 毛泽东和老乡时张文秋共同撮合了 毛岸青和张文秋的次女北京大学学生邵华结合 二人随即在三个月后的四月下旬就在大连结了婚 按现在看 有点闪婚的意思吧 小插曲是 当时医院提出 按照共党法律 精神病人不能结婚 但得知是老毛同意的 他老人家就是法律啊 医院也就没人敢公开叫板了 婚后 毛少两人1962年春天回到了北京 大陆期刊《同舟共进》2010年第六期 有一篇《江青的亲情世界》 文中说 当江青听到毛岸青与邵华相爱的消息后 犹如晴天霹雳 坚决抵制 甚至私下扣留了很多毛岸青既往中南海给他爹的信件 还烧毁了一部分 在毛少二人结婚之后 江青气得好几年没和毛岸青说话 文章称 江青阻止反对毛岸青和邵华的婚事 是怕他们结婚后会在毛家增强杨开慧的势力 那么 真的如此吗 还是另有隐情 看官 您接着听啊 毛岸青和邵华结婚回到北京后 毛接见了他们 这不很正常吗 重要的是 眼尖的韭菜们在三人留影中发现 老毛和小毛没有任何身体上的亲密接触 表情也挺严肃 但老人家的右手却和儿媳妇邵华实质紧扣 您再看毛岸青 则是成皇成孔 浑身不自在的样子 于是 照片上显出的父子关系 公共儿媳关系有些错位 不禁让讨厌的屁民产生了联想 毕竟中国人几千年存留的传统意识中 还是在那样并不开放的岁月 老公共再疼爱 儿媳妇也不用食指相扣吧 这样的场景 到现在一般也只是发生在恋人之间的嘛 那么是不是大伙想多了呢 老毛和邵华之间到底发生了什么 就是下一个疑问了 深宫忌讳查不清没关系 毛泰江青的哭诉可以让我们亏之一二 1966年文革爆发 老毛指派中央文革小组长陈伯达 副组长江青等人去北大召开万人大会 北大附中全校师生也全部到齐 然而所有人都没有想到的是 江青高喊了几句政治口号之后 脸突然阴沉下来 宣布这次是一次辩论会 他要和老毛的二儿媳少华辩论 还说 少华是北大二年级的学生 他妈妈张文秋很坏 他根本就不是真正的儿媳妇 我从来就不承认 他是毛泽东的儿媳妇 毛泽东本人也不承认 他妈是政治骗子 张文秋有野心 江青像上了发条一样讲啊讲 不小心抖出了毛家丑事 他痛斥 少华看毛岸青有些精神不正常 强迫他和自己结婚 我不同意少华和毛岸青结婚 他们就结婚了 说着喊着 江青还哭出了声 当时全场各色人等都傻了 一万多人坐在地上是鸦雀无声 几乎能听到真掉在地上的声音 谁也不知道该喊什么革命口号好了 少华在会后是撒腿跑路 不跑怕会被红卫兵的同学们给捶贬了 跑回家和他妈张文秋连夜转移 在北京是东躲西藏 躲避江青派人追斗 有本书叫《江青全传》 书中也证实了江青PK少华这个梗 时任北京市委第一书记李雪峰回忆说 江青在北大辱骂少华 少华就在台下 江青的一番话 马上就被作为中央首长讲话 印成传单 撒向全国 看官 您可能不明白了 按理说江青根本没必要干涉 非自己亲生的毛岸青的婚事 除非他和少华有什么过节 可民间有消息称 毛泽东和张文秋早年就有一腿 后来张发现江青站位 自己无妄进驻中南海了 就将自己两个女儿先后贡献出来 大女儿刘思琪嫁给了毛岸英 可惜毛岸英早死 二女儿嫁给了精神有疾病的毛岸青 但却和老毛的关系不清不楚 为了给伟大领袖的人品打圆肠 官宣甚至还晒出个梗 说 早年张文秋和一任丈夫刘千初去毛家做客 老毛说 我和开会有两个儿子 你们要是生两个女儿 我们就做亲家 好不好 是不是这样 毛 张 江都以作谷 难以作证 但想必这一切江青是心知肚明 却有苦说不出 不然也不会大胆犯伤吧 1970年1月17号 绍华生下了儿子毛新宇 至于其父是否是毛岸青 坊间有不同解读 读者自行判断啊 但其实大官可以披露两个事实供您思考 一是邵华和老毛关系的确不一般 他不仅可以随意给毛拍生活照片 而且还在中南海有一个自己的暗房冲洗照片 他还可以随意出入毛的住房 无需通报 连毛太 江青和毛自己的孩子都不具备这样的权利 二是老毛到死也没见自己唯一的孙子毛新宇一面 这是否有备常理啊 除了不见孙子 在毛岸青生病前往苏联之后 他也很少甚至常常拒绝见毛岸青 连毛少大连结婚老头也没现身 而毛爹去世的时候 亲儿子毛岸青也未能现身 老毛解释这一切冷漠关系的理由是看见小毛 就会想起毛岸英 杨开慧 他会处人生情 这说辞何情理吗 至于毛岸青一生过得如何 他自己最清楚 1997年9月1号大地杂志刊登了一篇文章 在毛岸青少华家做客 文中写道 54岁的毛岸青在1977年去韶山时 熟悉的景物才使他想起了一件与父亲有关的故事 小时候自己打碎了一个慈悲 遭到父亲的训斥 而母亲在他心中的印象深多了 幼年时代 他一直在开慧妈妈的身边成长 曾用名杨勇兽 几十年后 当他含着热泪为妈妈扫墓的时候 来到板仓旧居 他在签名簿上写下了三个字 杨岸青 一生懦弱的毛岸青 将自己的签名写成杨岸青 应该是他内心最真实的写照吧 那么 在他心中 父亲毛泽东究竟是个什么样的角色呢? 故事讲完了 毛岸青晚年住在北戴河的总参疗养院 生活以写作和静态活动为主 因为十分低调 基本没有关于他的新闻 2007年3月23日 他在北京301医院去世 享年84岁 比他老爹还多活了一岁 2008年12月 他的骨灰牵制母亲杨开慧的陵园 毛岸青离世后 在他身边的人看来 他跟普通老百姓没区别 原301医院医疗保健科长张忠在痛道毛岸青同志中回忆说 初始 安清 老南楼 平和少雨 险中厚 茶房道声 哈拉瘦 满屋笑声 乐悠悠 安清是毛岸青的化名 老南楼是共军总医院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将军楼 当时张忠去茶房 毛岸青马上坐起来很客气的招呼 张忠知道他是高级俄语翻译 就说了声哈拉瘦 也就是俄语中的你好 毛岸青笑了 你这不标准 于是一屋子笑声 张忠说 毛岸青对医生护士都很客气 问病情的时候很配合 而且从不提出过多的要求 如果毛岸青生在一个普通人家 能享受真正的父爱 或许命运就不会如此悲催了吧 谢谢您收看七十大关 希望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订阅 点赞 打开小铃铛 各位看官 咱们下集再见